大家好,我是冯雪凌 今天我讲的故事是 虎家虎威 在猫咪的生理里 老虎是追凶猛的野兽 好成圣灵之王 它每天都要不去 其他动物 一天它坐住了一只狐狸 小滑的狐狸看见自己 无法逃脱了 就耍了一个花照 它一本正经的虚择 老虎说 你怎么敢吃我 我是天地人 任命来管理所有野兽的 你要吃了我 就是围扛 天地的命令 老虎一听 愣住了 狐狐狸马上接着说 你要是不信 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 看看是不是 所有的野兽 见了我都赶快逃命 老虎听狐狸说话的口气很大 开度也很强硬 有几分相性了 就跟着狐狸去看看 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 看见这狐狸 大 determining 大大海 还牢牢 亚牢 恶慿 地走过来 后面生着一只脏 子 友 找上的到老虎 都想得要命 一定是突奔跑 老虎不知道野兽它的知识之底 一睡更是被狐狸的尾风吓跑的 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 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做出什么 对自己独立的虚动 女士也范茫逃走了 对自己狐狸的尾风吓走了 其他的小动物 最后死的老虎都彻底相信了他的鬼话 狐狸正是狡猾 对自己狐狸的尾风 他也不会过来 对自己狐狸的尾风 对自己狐狸的人 对自己狐狸的尾风 对自己狐狸的尾风